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 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照你 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摊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主 我已经是埃及 做你的暑假 使古石和西巴代替你 因我看你为宝为尊 又因我爱你 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 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 交出来 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 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众女 从地级领回 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 所造作的 你要将由眼而瞎 由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 任凭万国聚集 任凭众民会合 其中谁能将此声明 并将先前的事 说给我们听呢 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 自显为事 或者他们听见便说 这是真的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既是这样 便可以知道 且信服我 又明白 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 也必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 没有救主 我曾指示 我曾拯救 我曾说明 并且在你们中间 没有别神 所以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也是神 自从有日子以来 我就是神 谁也不能救人 脱离我手 我要行事 谁能阻止呢 耶和华 你们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 如此说 因你们的缘故 我已经打发人 到巴比伦去 并且我要使 迦勒底人 如逃民 都做自己喜乐的船下来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圣者 是创造以色列的 是你们的君王 耶和华 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 马匹 军兵 勇士都出来 一同躺下 不再起来 他们灭墨 好像熄灭的灯火 耶和华 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 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 古时的事 看哪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 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 也必如此 因我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好赐给我的百姓 我的选民河 这百姓 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好述说我的美德 雅各 你并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 你倒厌烦我 你没有将你的羊 带来给我做烦祭 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 我没有因贡物 使你福牢 也没有因乳香 使你厌烦 你没有用银子 为我买仓谱 也没有用祭物的枝油 使我饱足 倒使我因你的罪恶福牢 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你要提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辩论 你可以将你的李晨明 自显为义 你的始祖犯罪 你的师父违背我 所以我要入墨圣所的首领 使雅各成为咒诅 使以色列成为辱骂 第四十四章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 现在你当听 造作你 又从你出胎造就你 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 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耶书伦 不要害怕 因为我要将水 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 浇灌你的子孙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 向西水旁的柳树 这个要说 我是属耶和华的 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 又一个要牵手写 归耶和华的 并自称为以色列 耶和华 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旧属主 万君之耶和华 如此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 再没有真神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 谁能向我宣告 并且指明 有位自己臣说呢 让他将未来的事 和必成的事说明 你们不要恐惧 也不要害怕 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 只是你们吗 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 除我以外 岂有真神 诚然没有磐石 我不知道一个 制造雕刻偶像的 尽都虚空 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 他们的见证 无所看见 无所知晓 他们便却羞愧 谁制造神像 制造无意的偶像 看哪 他的同伴都必羞愧 工匠也不过是人 任他们聚会 任他们战力 都必惧怕 一同羞愧 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 用锤打铁器 用他有力的绑壁锤成 他饥饿而无力 不喝水而发卷 木匠拉线 用笔画出样子 用豹子抱成形状 用圆齿画了模样 仿照人的体态 做成人形 好住在房屋中 他砍发香薄树 又取作树和橡树 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 他栽种松树 得以掌养 这树仍可用以烧火 他自己取些烤火 又烧着烤饼 而且做神像跪拜 做雕刻的偶像 向他叩拜 他把一份烧在火中 把一份烤肉吃饱 自己烤火说 啊哈 我暖和了 我见火了 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 就是雕刻的偶像 他向这偶像 俯服叩拜 祷告他说 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他们不知道 也不思想 因为耶和华 闭住他们的眼 不能看见 塞住他们的心 不能明白 谁心里也不醒悟 也没有知识 没有聪明 能说 我曾拿一份 在火中烧了 在炭火上烤过饼 我也烤过肉吃 这剩下的 我岂要做 可曾的物吗 我岂可向木链子 他以灰为石 心中昏迷 使他偏邪 他不能自救 也不能说 我右手中 岂不是有虚谎吗 雅各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要纪念这些事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就你 必不忘记你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向后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墨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诸天啊 应当歌唱 因为耶和华 做成这事 地的深处啊 应当欢呼 众山应当发声歌唱 树林和其中 所有的树 都当如此 因为耶和华 救赎了雅各 并要因 以色列 荣耀自己 从你出胎 造就你的救赎主 耶和华 如此说 我耶和华 是创造万物的 是独自铺张诸天 铺开大地的 谁与我同在呢 使说假话的 照头失效 使占卜的癫狂 使智慧人退后 使他的知识 变为愚拙 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 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论到耶路撒冷说 必有人居住 论到犹大的诚意说 必被建造 其中的荒场 我也必兴起 对深渊说 你干了吧 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活 论古列说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明立吻圣殿的根基 第四十五章 我 耶和华所告的古列 我搀扶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前面行 休平崎岖之地 我必打破铜门 砍断铁栓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 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 提名赵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因我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赵你 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加给你名号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给你束腰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我造光又造暗 我失平安又将灾祸 造作这一切的 是我耶和华 诸天哪 自上而低 穷仓降下公益 地面开裂 产出旧恩 使公益一同发生 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 或在 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 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 你做什么呢 所做的物 岂可说你没有手呢 或在 那对父亲说 你生的是什么呢 或对母亲说 你产的是什么呢 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就是造就以色列的 如此说 将来的事 你们可以问我 至于我的众子 并我守的工作 你们可以求我命定 我造地 又造人在地上 我亲手铺张诸天 天上万象 也是我所命定的 我凭公益兴起古列 又要修植他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释放我被掳的民 不是为公家 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埃及劳碌得来的 和古时的货物 必归你 身量高大的西巴人 必投降你 也要赎你 他们必带着锁链 过来随从你 又向你下拜 祈求你说 神真在你们中间 此外再没有别神 再没有别的神 救主 以色列的神啊 你实在是自隐的神 凡制造偶像的 都必暴溃蒙羞 都要一同归于惭愧 唯有以色列 必蒙耶和华的拯救 得永远的救恩 你们必不蒙羞 也不暴溃 直到永世无尽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 制造成全大地的神 他创造坚定大地 并非使地荒凉 是要给人居住 他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神 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 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 我耶和华 所讲的是公义 所说的是正直 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 要一同聚集前来 那些抬着雕刻木偶 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 毫无知识 你们要述说 臣明你们的理 让他们彼此商议 谁从古时指明 谁从上古述说 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神 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 救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 我指着自己起誓 我口所出的话 是凭公义 并不返回 万西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凭我起誓 人论我说 公义 能力 唯独在乎耶和华 人都必归向他 反向他发怒的 必至谋修 以色列的后裔 都必因耶和华 得称为义 并要夸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